即將學壇 蔚蘭 言論學壇 Janice也有說 音樂人今年可能在家裏做多些音樂 更加想到希望這首歌如何做 那你自己是否也是呢 也是 因為最近跟Edward Chan一起合作 他很感恩他 他也給了很多空間 鼓勵我多想一些自己的想法 他會有一個音樂底 然後我會回家再在這裏作 所以這次你跟Edward 溫漢文一起寫這首新歌 我也想問Janice 其實這麼多年你都出了這麼多唱片 這麼多不同風格 特別去Warner Music之後也試了很多新歌 還有什麼想試呢 每次都說有新歌 那究竟還有什麼新歌 你還沒試過 還有自己都一直在露袋裡準備要試呢 其實接下來跟Edward Chan寫的四首歌 跟Wyman一起合作 其實是我們製作音樂的過程 我覺得好像一條河一樣 我們只是跟著流動 我們慢慢跟著他就發現 我們會去一些我們未想像會去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一起在錄音室製作歌 因為都不知道出來會是怎樣的 因為開頭帶走你的垃圾這首歌 其實開頭是很Band sound的 但是慢慢轉變成一個有少許 James Bond 的感覺 Trip-hop 一點的歌 有少許dark 有少許edgy 也挺有趣的 這也是你自己喜歡或是聽開的那種類型 也是的 剛才Janice透露了 接下來跟Edward有四首歌 即是這首是嗎 還有三首是這個合作 也是Wyman 的歌詞 大家要期待一下 這首歌如何一起創作呢 在Edward的工作室製作還是各自家製作 做好後就丟上網 因為都沒有見面 是用哪個方式的呢 是兩邊都有的 Raymond 寫了音樂底 然後我在家自己錄下所有的音樂和音 然後再拿回工作室製作給Edward聽 然後他會有些改善和改善 然後大家在音樂上一起討論怎樣編 要什麼類型的聲音 還有我們其實都玩了很多不同的聲效 這些聲效其實很容易在一些可以拿相片的 但我們不想 即時想 真的嗎 是 扔爛了玻璃杯就在這裏扔了杯子 要做廣播劇 是呀 立即做一些聲效 是呀 是呀 很有趣 我們拿了一些玻璃杯子去模仿一個戒指 掉在桌上的聲音 用紙捲在一起的聲音 膠袋 這樣 咄咄咄咄咄咄的聲音 我覺得整個過程很好玩 希望這首歌更立體和有畫面 大家可以投入歌詞和音樂世界 這首歌的靈感是來自我個人的經歷 在今年2月初 因為一個關係 給了我靈感想寫這首歌 這麼近期 這麼近期 你一出這首歌 大家記者會問 是否你的親身經歷 原來是真的 是的 那時候跟一個人在一起 她是很不穩定 被一些東西控制了 變成她好像照顧不到自己 我當然覺得我跟她沒有一個未來 同一切的時候 她經常都帶出我最壞的一面 所以我也要決定去完結這件事 所以其實垃圾不只是說 很實體不要的東西 自己內裡也要清理一些東西 可以在電腦上 寫了一些東西 也要清除垃圾桶架 否則會被爆裂 就是一個心理的垃圾 或者一些跟你不合格的價值觀 這些都是垃圾 所以要清理一下 都挺近期的事 你自己也帶了一個不太開心的心情去唱這首歌 真的很代入裡面的歌詞內容 對 因為我也是想圓結自己 想透過這首歌去釋放 去釋放所有不好的東西 所以你也是用這個故事 就像剛剛所說的這堆說話 跟Wyman溝通 他就真的寫出來了 那就中了 你知道Wyman寫得太好 有點殺脫的感覺 你就不是的 你也還有一些保留 其實我覺得在關係上也是 也挺決定段 很決定 一刀切 你也是這樣的 也是 所以這首歌真的展現了自己的心態 唱的時候沒有問題 很快就代入了 還有因為真的聽了很多身邊的朋友的故事 他們都是發生同一件事的事 但他們都走出不了 因為可能他們已經太舒服了 還有可能習慣了 就是在關係裡面的混亂 習慣了那個掙扎 他們好像addicted了 也挺深入的 但是 希望他們都聽了這首歌 會有些awakening 聽說 很久不見 你 謝謝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